水柱来驱离 移民们则是投掷了石块反击 欧盟就谴责白俄罗斯政府 煽动难民跨越边境 对此白俄总统是持续否认 民众不断朝着警察丢职石块 破坏铁丝网 波兰的部队则用强力水柱和催泪瓦斯回击 数千名移民全都聚集在 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界 他们希望能进入到欧盟国家 愤怒的民众将石块打碎 变成小石子当武器 CNN记者也在现场直击 还被辣椒水和水柱砸中 呛到狂咳嗽 这些来自中东的移民 持续被困在边境 搭起帐篷生着火 忍受天寒地动 布兰总理指控白俄罗斯总统 策划了这起前所未有的移民潮 以报复欧盟制裁 还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丁是幕后黑手 但白俄总统使口否认 反而谴责波兰对移民滥用武力 违反人权 更扬言要报复 一旦欧盟加强制裁力道 白俄就会切断 通往欧盟的天然气管道 外媒推测欧盟各国不会轻易屈服 还是会实施新一波制裁 只怕边境冲突还会继续上演 记者 中华报导 记者 中华报导